我们来看到这道题 空瓶换水问题 五个空瓶可以换一瓶水 现在呢买了二十瓶水 实际能喝几瓶水 那么很多同学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推 我们也能推出来啊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买了二十瓶是不是 二十瓶现在我把它喝完啊 二十瓶水 现在的话就有二十个空瓶 二十个空瓶可以换多少瓶水 二十除以五 那么就能换四瓶水 现在我把这四瓶水又喝完 怎么样 我现在有四个空瓶了 四个空瓶 我再到老板那里去借一瓶水 那么跟老板说 好 我借你这一瓶水 接下来喝完 我就还你五个空瓶 是不是出来了 因此的话 他一共喝了二十五瓶水 这样做的话 如果数据比较小还行 但如果数据大了就不行了 如果我买了两千瓶呢 你也这样推吗 不行是不是 所以今天老师教你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这道题的最关键的点在哪里 就是五个空瓶可以换一瓶水 也就是说实际上就说这一个五个空瓶 是吧 那么实际上呢 我所换的东西是什么呀 所换的东西是一个空瓶 一个空瓶啊 招加一瓶水 对不对 我把这一瓶水我拆开嘛 就一个空瓶一瓶水 那么现在我把这一个呢 把它划减 实际上就说我四个空瓶 是吧 老师就写一下四个空啊 那么我就可以换的什么了 可以换的一瓶水 那么这样一出来就很简单了 现在我二十瓶啊 我喝了二十瓶 买了二十瓶 现在二十个空瓶 二十个空瓶可以换几瓶水 可以换几瓶水 可以换二十除以四 那么就是五 那么一共的话就是二十五瓶水